回头狼子 曾经有一个人 他有两个儿子 有一天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赢得的脑粉遇产给我吧 他父亲就把餐叶分给他小儿子 几天以后 小儿子就收拾他的餐叶离开了家 去了遥远的国家 在那里他仍以花钱 骨折舌头的生活 他买许多好衣服 毒薄 火酒 万里人 他还做了许多坏事 当他活完他所有的一切事 那国家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他就变得穷苦 开始爱饿 没有办法 他只好去透靠当地的一国基民 拿人刀发他几样猪 他我的乡根刺不强猪事 但他又刺不下去 后来他幸福过来了 对自己说 我父亲有许多仆人 他们量是重逐忧郁 而我呢 翻到要我在这里我是吗 我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爸爸 我得罪了上帝 又得罪了你 从今往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请把我当做你的仆人吧 这样想着 命前人就离开那要远的国家 回到了他父亲那里 快到家的时候 他遇见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亲很扩恋他 奔跑上千曲 金抱着他 不停地请问他 并说 我的儿子 我的儿子 是你吗 儿子说 是的是我 儿子说 爸爸 我得罪了上帝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做你的儿子 可是 他父亲去吩咐扑人说 赶快把最上好的袍子 拿来给我儿子穿上 给他戴上紧截子 穿上鞋子 在上那套沸沸的小牛 我们要摆上银鞋来牵住一下 因为我这个儿子死了 又俘获了 丢死了 又遭到了 在上的人们都非常高兴 这是遗书讲的故事 说明了上帝是多么的爱我们 他想要我们回到他的身边去 我们就像古时里的儿子一样 我们都走过子的路 虽然我们都有罪 上帝仍然爱我们 当古时里的儿子 灰盖了又灰了时 他的父亲高兴地 接受了他 同样 上帝一想要我们 回到他身边 因此 他派伊苏基督来 把我们打会去 伊苏被顶在四字架上 为我们的罪恶 扔受失望的痛哭 称熟了 本该我们受到的惩罚 因为伊苏替我们 称当了罪 所以 我们就可以得到释放 如果我们离开我们的罪 相信伊苏 他会警惑我们 伊苏是 唯一认识我们会到 上帝身边的人 但我们必须称行地 为我们心中的罪恶 而感到那个 我们可以从内心 像上帝这样说 哦 上帝 我是个罪恶 但我已相信 为我遭到 惩罚而死起的伊苏 请酝酿我 我不再犯罪 我只要跟随伊苏 我想要你 当我天上的父亲 让我来做你 真正的儿子 奉伊苏的命 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